一進來這個飯店 這邊有一個衛浴 個人衛浴 語氣聽得出來很興奮 民眾開箱飯店 到韓國玩 兩房打通雙衛浴 一碗只要2873元 可能同樣2000多塊的價錢 在國外已經可以付到 很好的飯店 但是在台灣可能就住不起 換個人問 也說出國住宿便宜多了 全家人出國玩7天 一人一天開銷大約3000多元 但在台灣現在很困難 出國玩比在台灣玩還便宜啊 根據交通部觀光署統計 中秋連假國旅定房率 創下今年連假歷史新低 9%47.69% 國慶連假的定房率 目前54.75% 有網友就PO文詢問 國旅是不是真的被教訓了 引發討論 網友留言教訓還不夠 最好是完全別在台灣住旅館 所以要公務員繼續用國旅卡 救國旅 還有人說就是有一堆人搶著住 國旅才價格亂開一通 連露營也漲價一帳一碗8000元 相較之下 日本還有很多免費露營區 不管是我們的產品要創新 一定要把我們給消費者的右衣 帶給消費者 讓他來留在我們國內旅遊消費 一後國境開放許多人選擇出國旅遊 國內飯店一碗平均4618元 台灣很美 如果價格再漂亮一點 肯定更能留住消費者的心